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林杰 先生们女士们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这满满的小爱心 还有这下界合金工具 以及背后的翘翅 就知道今天的我不简单 而且在没有穿盔甲的情况下 护甲值已经满了 那么这就是我开局的装备 怎么样 感觉已经无敌了呀 这是游戏新增的婴儿模式 说白了就是非常简单 简单到我在键板上38米 鸡都能打通吗 咳咳 其实这就是一个数据包 作者给这款数据包起的名字 就叫婴儿模式 反正很简单就玩上了 在这套装备的加持下 看我今天能不能通关游戏 打败墨影龙呢 作者也是很贴心的 给我们准备了墨影珍珠和烈焰棒 在主世界找墨影珍珠 还是相当费劲的 还有64个黑钥匙 现在直接起飞 这烟花还是无限的 那我这是无敌了吧 烟花配翘士 动衣一下飞机 想去哪就去哪 速度还非常的快 这边有个裂骨 下去看一下 来试一下这把下界合金稿 这效率 比创造模式还快 一稿子下去 继续了 直接按左键就完善了 杀敌非常的快 给大伙表演一个 岩浆洗澡 看来这个模式下 岩浆也伤害不了我 就问还有谁 连鼓励怕都伤害不了我 毫发无损 半滴血都没空 不是吧 那我这也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超人般的存在 飞着飞着就发现了一个村庄 看上去还挺大的 诶 前面还有一个村庄 也挺大的 这两个村庄挨得好近啊 合并一下那就是一个阵了 咱们飞高一点 试试能不能把自己摔死 将近500的高度 然后 豪快无损 看来我真的是无敌了 呵呵 那么接下来就是干正事了 去找墨的传送门 然后打败墨影龙 现在有用不完的墨影之眼 直接朝着那方向飞过去 这挖掘速度是真的快 OK终于找到了 这个地牢是真的打不到了好久 头都要绕晕了 进入墨地 墨影龙我们又见面了 好久没有来墨地了 有没有想我呀 下届和听见伤害就是高 成功击败墨影龙 太轻松了 这个所谓的阴暗模式 10分钟就能通关MC 快一点或许5分钟就行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墨影龙 过不去的 不灵不灵灵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